雲端的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Phototope 事實上現在有越來越多這種順暫的服務 也可以做得很好 那當然後面我們還要介紹其他 我們今天先看的就是這個 Webbo Inpoint這個 那這個呢 是像這個在Photoshop的COS出現的 那它這種單門蠻文言語的叫內容感知 不錯啦 什麼叫內容感知 就是照片叫進來 三個步驟有沒有 照片看然後你不要 按下去做就沒有 所以我們拍照 就麻煩有時候拍到不想要的嘛 你就可以把它槓掉 來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個擺入照片 好 搞進來因為這個數字照片比較大張 我把它削小一點 對 阿伯就坐在這裡 你拍的時候可以清場嗎 你是 那八的還是三八的 哈哈哈哈 你可以在現場的時候 再需要,回來再把你散掉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這裡有個底刷 底刷要大小,你可以把它調大一點 最大到50,就把現場,不好意思請它走 我們就回來再把它處理一下就好了 當然這個處理的過程,不見的一次就OK 有時候就等下要分幾次 你也不要想維持,那個範圍就把它弄得很大 有時候範圍太大,效果不見的好 可能你就需要一點點時間 這樣就處理好了 這樣根本就不用它,拆拆拆拆的就好了 因為你要按Joculate,它會幫你計算 你們範圍越大的話,計算的時間會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其實不會太久了 等下你處理好之後,你就可以把處理完的把它存下來 阿伯回家了 如果你覺得陰影還不太能力,你就在塗衣服 這種效果一般就是比較適合到什麼像草地啊 森林啊,或者是像石頭啊 比較不容易很雜亂,你不容易分辨出來的 那種效果會特別好 那就是你說,人啊 甚至早上有同學說,那個有穿衣服,又變沒穿衣服嗎? 我說我不會啊 哈哈哈哈 因為你想要,如果你是全部人擋住了 相機怎麼可能有拍到那個人後面的東西 沒問題嘛 他就要對一個什麼? 旁邊的這個範圍去補進來 所以如果你旁邊去講,你知道嗎 容易做事的不用去治 那那個人就效果不好 那如果注意好的就要按存檔 他就可以把你的發片把它存下 而且原子的,如果是數位大片的大小 他就是數位大片的大小 所以其實效果還不錯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網址在這邊 web.inprint.com 你可以到我記一下,不然你就可以在我那邊搜尋的 好,直接找,應該都找得到 這個不用等你,會嗎? 三個步驟而已啊 好,所以,有時候先提供一下這個雲章的 那把它們就環給最後了 你可以玩看看